1923年10月16号 22岁的华特迪士尼只带着40美元 以及一卷未完成的动画影片 来到美国好莱坞创业 后来华特比下的米老鼠 木偶奇玉记 小熊维尼等动画 风鸣了全世界 成为许多人童年的共同回忆 也是最能代表20世纪 美国文化的形象之一 1982年10月16号 中国空军飞行员乌龙根 驾驶米格19战斗机 从山东半岛起飞后 降落在南韩汉城投奔自由 乌龙根随后在10月31号 抵达台湾 它是台湾海峡两岸对峙时期 著名的反攻议事之一 2008年10月16号 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 索提遗产及赠予税率的改革方案 将最高税率从50% 调降为10%单一税率 同时将遗产税免税额 从779万提高到1200万元 赠予免税额由110万元 提高到220万元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